石虫萌的成虫啊,大家都耳熟能想 但它的幼虫,嘿,是不是脑子里一片空白 确实网上目前还很少有它的记载 而且它的幼虫的图片几乎找不到 如果说成虫是天空杀手 那么它的幼虫就是地下杀手 再或者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一道高蛋白的美食 但想凑够一盘是非常难的 虽然它没有脚,但却有着极强的钻动能力 我们可以看到它皮肤下方的这个组织 在不停地做内活塞运动 这条肌肉组织啊,从它的头部一直连接到它的尾部 这样能更好地提高它钻动的效率 这样解释的话,大家可能听得比较模糊 那我们直接来看它的运动方式 它头上的大鳄呈钩状 钩住前方之后来带动整个身体向前移动 换句话说,如果钩不到东西,它就无法移动 这么说的话,大家可能还是觉得有点模糊啊 你就想象一下一只扣甲的幼虫在拼命地打动往前边逃跑 而它在后边追 打动逃跑那肯定是非常慢的 而它在后边追啊,唯一的缺点就是 这个洞口可能会被一些刨出来的土给堵掉 然后比较狭窄,而它的头正好是狭窄的 只要勾到一个地方,它就可以递进一段 很快它就能追到这只扣甲的幼虫 然后用它的大鳄勾住它的猎物 好,这里我们看一下它是如何通过狭窄的地方 你看,这内活塞运动非常的好用啊 最适合钻这些狭窄的地方 用力啊 你看,往前再往后 这内活塞看着好有灵性啊 你们想到了什么? 而它的屁股构造就有点没看懂了 可能是露在外边的时候模仿什么东西的头 让人家不太敢靠近 像个舌头之类的 而它的脑袋就完全被设计成了一种 不适合打动,只适合追击的一种状态 如果非要打动的话 像这种构造几乎只能在沙土 颗粒状的那些沙子上打动啊 它才能跑得快一点 之前我也觉得奇怪 这扣甲的屁股上为什么要展一个 这个鸡钉质非常硬的这样一个甲壳 是不是很多余啊 这应该就是为了防止石虫梦来偷它屁股啊 专门设计的一个甲壳 因为它们都是在同一片沙滩被发现的 应该算是一对老冤家了 当然在这片沙滩我还发现了有七槽 也就是金龟子的幼虫啊 但是那货长相长得不咋的 我就没有拍进去了 那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石虫梦的幼虫它是如何打动的 还用前面这个钩子要怎么样才能勾进去 慢慢的打动进去呢 而且它的内活塞运动 我们也来看一下 诶 诶 还在往下滑 这应该是没有勾住 再勾 再勾 再来找一个地方要勾得住的地方 它才能打进这个洞去 勾不住它就进不去 嗯嗯 这里 对 这里还不行 好 好了 就是这了 它找到一个能勾住的地方了 好 往里边做内活塞运动 我们看它的皮肤下方 这个内活塞做起来 嗯 是不是很带感 吃 jump 吃 吃 на mayonnaise